所以我们今天会讲到马太福音。 上次有跟你们先预洗一下马太福音。 我希望我们可以有对话的交谈。 如果你们看马太福音, 他已经有马太福音。 也有很多就是跟路加福音相同的经文。 有很多也是只有马太福克的。 不,是1,6的经文。 像1,5,1,3。 我会给你们说些什么, 这些我们会使用在我们接下来的课程。 这些课程中的课程中。 不,不,不,對不起 對不起,這個 看來有些東西 之後,在接下來的訓練 後兩次訓練 我們會說很多, 但我想你們開始解釋 這個 如果這就是《Mark》 這裡是《Mark》 《Mark》 這就是《Mark》 這就是《Mark》 這就是《Look》 在《Mark》 45%的聖説是馬克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馬克不因他用 這個圖是聖説的馬克 這個圖是聖説的聖説的馬克 這個圖是聖説的聖説的聖説 現在是聖説的聖説是馬克的聖説 是馬克的聖説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紫色那部分 是馬克福音的部分 現在馬克福音的聖説 像他是冥真一樣的敦説 是25% 那就這個白色的是普諜 那如果是在馬太福音,就是右下角這個綠色的那一個20%是馬太福有的,就是其他的書卷沒有 現在我們回到… 我聽到一個問題,例如《Luke》,為什麼《Luke》不像是不一樣的嗎? 沒有,它有一樣的,它有一樣的,這 對,與馬太福,如何是關於《Luke》? 或《Luke》不像是35%? 坐在這裡 和馬太福是這個 所以剛才我有一點因為那個翻譯的問題 那個紫色的不是代表馬可,因為整個園圈才是代表馬可 那個紫色是代表三個福音書共有的部分,不是就是馬可 因為馬可它還有紅色還有咖啡色,那才是整個園圈 所以紫色是三個共有的 So, do you… for this thing we will talk about in the next lecture, okay? the after two lectures actually, okay? the next lecture will be the gospel of Luke But now examine… But now, examining the gospels, we see similar things, similar things between them 所以我們會看到它這裡面就是比對這個圖音書 我們會發現有相似的 And so, this similarity is It is like somebody who copies the other 那你會看到這裡有重複的就會覺得說 好像是不是某一個書卷去參考另外一個 of course, of course, when I say copy does not mean like I say I write homework and the other copies your homework it's not like this 那我說那個抄襲或參考 並不是說你們所想像的 就是說同學寫過課 所以他完全沒寫就是拿別人來 就是一模一樣的抄襲 But what is my meaning is that there are common things which obviously the Christians knew for example for Dawson's and Segen support that somebody write the history of Dawson's and Segen Okay 所以舉個例子 比較好像我們同學 就是大家來寫道生死學院的例子 Now, for example, two students here I remember for the previous years, right? 那我也記得有的前幾年 也有上過我的課 So, when they write they will write from the previous years and for these years also the history, right? 那如果是說 呃...寫這個道生的歷史 如果沒有去查詢資料的話 你可能就是從你認識的 呃...就是入學的那一年 你會開始記錄 Of course, they will not write 100% the same, right? 當然每個人寫的會詳詞 但是不會一模一樣 But also they will say almost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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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most like the same 那...呃... 你會看到會有很多那個空空點 Now, the new students Ok, they will say again the same But, you know, they will say oh, that's good, now it's renewed The others will say before this class, or on and this Now, the others will say this class is new, is good Actually, they don't say They say from their point of view how they see the things 所以如果有新的同學加入的話 他如果描述道生的建築 他教室很不錯 呃...裡面都是新的 可是對舊的同學來講 因為你經歷過以前的舊的校園 所以你都覺得 教室這個是在重新整形 所以你了解這個過程 可是新的同學可能就沒有看到 以前的這個老舊的房子 所以我們要教室 那現在教這個新約改變 並不是像我以前教的新約別的書 就是淡淡的那個書 會來講座者 還有他寫作的目的 What we try to teach here It is what? To see every gospel 那我們新約改變是試著來看 新約的所有的書 但是我還給你 是最好的 是很可愛的 所以我選擇 因為我可以幫你做這個 因為這是 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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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只能講教到最後一章 我是選擇他的時 shear 最後一章 幫我ять得好地收 因為我們沒有講到Q 這個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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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問你們 所以我们的学习来认识这个心愿 所以我会教福音书 那你了解他的内容 或者使徒书信 保罗为什么要写给哥林林多 那他写作的目的是什么 那以后你要查这个经文的时候 你想到他的主要目的的时候 要查询的话会比较快一点 所以我担心你们会想说 我教马太的时候 你想说奇怪 不专心教这个书卷 为什么还要一起比较其他的实力书 所以这就是我解释给你们的 就是找到类似的经文 就是上次有讲到对观众 但是你还会看到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在读书中 有特别的地方 比如 如果我们去看 这个荣誉的荣誉 这里 等一会儿 这个荣誉的荣誉 什么意思 这个荣誉的荣誉 这个荣誉 如果你可以看到 这是故事的荣誉 對,有時候會出現一個,有時候兩個,有時候三個,甚至有三個。 如果我們從《徒家福音》來看, 所以你看《徒家福音》到世節的時候, 只有他單獨的出現,其他的馬太、馬可、約翰沒有出現。 那我再換另外一本《徒家福音》,就是剛才又換到《徒家福音》, 那我們就是來找《徒家福音》。 你會看到,如果找《徒家福音》,就會出現兩個《徒家福音》。 《徒家福音》開始,從耶穌的這個《徒家福》開始講起。 那這邊記錄了嗎? 如果你打開《徒家福音》, 馬太福音開始就從他的《徒家福》開始重新, 所以你可以看《徒家福音》一章一節到位的主, 所以你會非常清楚。 馬太福音就只有於馬太福的本來, 馬太福音根本也沒有長達這個《徒家福》。 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也沒有聽到, 馬太福音。 所以馬太福音也沒有講迷路。 mir Since она was born of the 徒家福, 所以馬太福音並沒有提到, 在耶穌什麼樣的誕生的誕生, 但是路加福音又開始有提到 所以但是路加福音卻不是從他的第一章第一節開始 是從第三章開始提起 我會理解你的問題 我們只是要訓説聖誠 為什麼要知道這些事情 那有些人心裡在想 我們只不過要傳福音 我不管他第五章第五節寫起來 那個有寫沒寫有這麼重要嗎 那我希望這個沒有在你腦海裡出現 也許有出現 對,你當然會傳福音書 當你傳好消息的時候 你必須知道 那如果可能的話 我當然不是說每個百分之百都會精確地了解到 但是當你訓説 你必須知道 例如說 當你說 神聖的神聖的神聖 它是 譬如說 它是 但是它是 你 所以 你必須有些細節 譬如說 有些細節 譬如說 當你傳福音的時候 你還講 某件事件 當你傳福音的時候 然後那件事件 也許它是出現在 黃太福音 剛好又出現在 入駕福音 如果是神經歧視的話 就不要單單讀一個福音書 就是把它出現的 在所有福音書裡都把它讀起來 因為你這樣講到會更豐富 因為有些細節 它並不是每個能力都有提到的 這個對你是有幫助的 所以 所以 就是你要增加多一點的資訊 而回去單單讀一個經文 就是說 福音書是這樣子講 然後讀得更仔細 所以 所以 當你在傳福音或是傳福音班的時候 那你在分享的時候 或是教導其他的人 那你要多搜尋這方面的資訊 因為 在這個 這麼多年來 那有很多人做了 這個很詳細的這個 就是解禁或是 挖下他們 併生的歲月 所以 也許在你還沒開口講的時候 有一些 可能是你個人認為的 那也許是不對的 是不精準的 也許聽起來似乎是可以的 但是他背後卻有一些 不好的想法 所以 要對這方面的知識 比較豐富 所以 我們可以知道 馬太福音的書 我們可以看到 馬太福音的書 我們可以看到 馬太福音的書 書卷的結尾結束 它書卷的結尾是在講到什麼呢 OK Do you remember the end of the gospel 你們記得這個結尾呢 因為應該是在課章 要記住嗎 Do you remember 要記住 要記住 如何結束 它是很重要的 記住 這 OK 這裡 這裡 我放了 所以我會放這個原文在旁邊,因為原文會了解它的意思。 所以,耶穌告訴他們,就是要傳福音給全世界的人,就是使萬年做我的門徒。 那這個馬可福音是沒有出現這樣的經文的,所以馬太師講的,那馬可並沒有提到這樣的經文。 那馬太福音他並不是像寫歷史,那其他的福音書,您也看到,他也不是像在記載這個歷史世界。 那馬太福音他是把它分成像類型的,就是歸類。 那首先,他有這個,就是耶穌在訓導人,教訓人, 還有這個,有這個燈在跑去。 那是,你知不知道,這篇文章,我會把它分成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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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從馬太福音5章到第7章, 所以,我會說,馬太福音,教訓人,教訓人,教訓人。 所以,馬太福音,他是以這樣子歸類法,就是類似的,他會擺在一起。 那就是,登傳寶訓人,有關於這個生命啊,告誡,為人主事皆告密。 所以,我們看到,馬太福音第9章。 如果你看到,馬太福音第9章。 他說的... 那說,他會教訓人,他會教訓人,他會教訓人。 對這樣,他會教訓人,他會教訓人, 還會教訓人。 OK,就是説,他會教訓人。 所以,他會教訓人、歸類型的一些地方。 那馬太福音他還有很多比喻 那你可以說出哪些比喻呢 那就是你們可以講有哪些比喻呢 不要查那個聖經應該是在腦海裡就有這個想法 你知道任何一個耶穌講的比喻出現在你腦海裡嗎 發了什麼比喻 殺死什麼比喻啊 10個比喻就是比喻嘛 對對比喻 那殺死什麼比喻啊 殺死什麼比喻啊 殺死什麼比喻啊 10個2 4 4 4 你也有嗎 可以看一看 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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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得一看 一看 一看 两种鼓鼠 两种鼓鼠 两种鼓 好鼓鼓 好鼓鼓 好 好 好 如果我们走到 11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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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认识 这 他说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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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讲的这些比喻 他不是在一天都把它讲完 但是这边都是集中在一起 有些时候他说 一句是在这些比喻 有些时候他说 有些时候他说 有些比喻 有些比喻 有些时候他说 有些比喻 有些时候他说 有些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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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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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比喻 是 是 是 这些比喻 是 是 是 可以看到 不同的 这些比喻 是 这些比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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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他 讲了 撒中 比喻 他们听不明白 耶稣也跟他们解释了 好 例如 另一位 是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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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另外一个 就是 切菜 董事 刚才也有提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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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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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他 他看了另外一个 另一个 是 另外一个 另一个 对 是 对 知道 另外 为什么 咱俗 对 但是 为什么 要 用这个 笔 就是说什么是对增的 我们试图这一切都是对增的 只有福音就偏过这个宝贝 那我们知道耶稣是跟一般的人在传同一 他就连去跟大学里面的学者或是比较受高教育的人在讨论 那他用评语的方式就是人们比较容易去了解 所以就是你被教某种知识的话 你可能去小学的方式跟大学的方式不会一样的 但是这些方式的方式可以说 一些方式的方式 例如这些方式的方式 这些方式的方式 这些方式的方式 还有就是有一个人他准备了一个 因为他邀请了很多人 你记得这个 他邀请了很多人 有一些人说 我有其他的事情我没办法复约 特别是东方 中国 就是台湾 我们所有的节庆 都叫食物有关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福音诸所教导的跟我们的现实生活连接在一起 当我们就是过年的时候再次怀疑 你会想到用这个宴会邀请的宴会 你了解我刚刚所讲的吧 比如说 之前就是中初节 中初节跟食物有关 就是月宴 中国人是在一起的 所有的节庆 各位联想到福度度度度 品牌 或年就要去藏起一个饭 Christianity does not say to you Don't eat to care Stop this 那基督徵表 必要是传ення μπο同牌 把食物要分开 But when you do this You must remember yelling Yes For example Who is the head of the family He made a big sufferer 所以,在過年這個團圓飯的時候,有的大家葡萄是一個很大的居民小家,他很邀請很多親朋友,你會想到哪一個是主人,他邀請這麼多,要來團結,這個家園。 我們團結在一起,就好像我們正餐在教會的。 你團結吃年夜飯,有沒有想到這樣? 所以,你們在吃團圓飯的時候,也許這樣不是去教會的。 其實我們的基督宗教信仰也是這樣子的,就要大家一起合一。 然後,你們可以分享。 所以,當然我們在這個年夜飯會有一個很好的晚餐,很豐富的,但是你可以講說,最完美的最生命的糧食是什麼? 所以,另外一件事,你們知道嗎? 他在這裡講到教會的18到19,他又講到教會了。 所以18章到19章是在講天國,他主要是在講教會。 那從24章,他就有在預言再講到耶穌,他講自己二次再來。 你看看,你看看,他講到這個末世。 他講到這個災難之前的預言。 他講到這個災難之前的預言。 那最後需要講到,然後就是神的神派,祂律會神派。 特別是在20章,講到人神的榮耀。 那這個也提到最後的神派。 所以,我們看到這三個節奏,你知道嗎?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在馬太福音。 當然,馬太福音,馬太福音,他對他順序的教導式的順序。 他講到這個法利賽人。 那關於耶穌所行的神蹟。 所以,我們來比對這個福音書。 所以我們來比對這個福音書。 好。 然後,我會放在這裡。 然後,我會放在這裡。 這個選擇。 general tools,這裡。 Parallels。 好, gospel。 我會放在這裡。 然後,我會放在這裡。 我會放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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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這裡。 然後,你會放在這裡。 我會放在這裡。 我會放在這裡。 看來這個夢圍。 這裡,他們差不多同意。 我會放在這裡。 这些迹象是差不多的一样的事, 在马上和在《孟》中, 在马上和《孟》中, 在《孟》中, 你能看到差不多的一样的事,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講到是基督律一樣的 但是,你知道, 如果你看看 馬太福音怎麼來形容 耶穌所行的神主基督 在馬太福音, 耶穌所行的神主基督 所以馬太福音你可以看到, 他並不是一直強調說, 耶穌祂有很大能力, 祂可以來形成祈福 所以馬太福音, 他講的神奇奇事是主要有一個最主要的規定, 並不是講說耶穌的能力, 祂可以行這個, 祂不要是講舊約的語言, 有一位會比摩西更大的那位, 祂會講到彌賽亞會拯救這些語言, 然後這些神奇奇事主要是來證明, 祂就是那位。 所以,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馬太福音,我再重複一次, 他所講到耶穌所行的神奇奇事, 主要是強調祂就是那位, 耶穌所行的神奇奇事主要是來證明, 那特別是這一個福音, 這樣證明了耶穌所行的神奇奇事主要是來證明。 是的, 當然,這不是為何我做的意思, 對嗎? 然後祂親自除去我們的軟弱, 擔當我們的責任。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馬太福音所強調的並不像其他的宗教說, 看我們的神多厲害, 他可以行這樣的神奇奇事。 所以, 要讓我們知道, 我們期待的那個儀式的儀式禮賽講, 已經到達了, 這就表示天國將臨到 那臨到的時候他會講述到天國 就是沒有癌傷、沒有眼淚的 現在死亡 所以你了解他要表達在神經歧視方面所表達的 I think you don't understand your mind 那我看你的表情好像不瞭解 你好像表現得迷惘一樣 I'm sorry, this is the lesson that I must say today I don't want to say things that are out of the lesson I don't want to say things that are out of the lesson But sometimes we must remember the glossary Why? Because today if you see the internet There are some unexpected pastors Some to say I can cure In this we will have a meeting with the senior And I can cure 30 people who have heart problems 20 people who have a knife problem 5 people who have heart problems And other things You will never say this 所以 因為我看到有些 在美國有些 部導館有些牧師 他就說 我現在感覺到在場的有幾位 心臟的有毛病 腿有多少 那毛病還有哪裡 隔壁什麼哪裡出了問題 我現在要不知它很這樣 耶穌是從來不曾強調這樣子 我今天覺得神經病 那你看耶穌所行的那個神經奇事 都有祂的原因 並不是說要表現祂自己的能力 或是一個愛憲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耶穌很多在行神經奇事的時候 之後祂會告訴那個人 不要告訴其他的人 他也不想要吸引別人 讓別人對祂的相信或信仰 只是在乎這個神經奇事 講這個大理 因為很多人 他們會去做神經奇事 而不是去做神經奇事 所以你也看到很多人 尋求 不管是在宗教或是其他的人 是要去做神經奇事 因為祂有某種的能力 因為祂有某種的能力 那祂就去找祂 而不去找神 因為祂有某種能力 那祂就去找祂 而不去找神 所以這一點是要特別小心的 就是如果你有在這方面有恩赤 神給你有醫病的恩赤 你不應該大大的來宣揚 讓其他的人被吸引不住 你應該就是把這些人頂到神面前 而不是頂到你自己面前 非常小心 非常小心 不要亂用這些恩赤在你自己身上 因為特別是新教 我要這樣有提醒你們 因為有很多人會去某個特定的教會 他並不是因為新教 你不是被神吸引的 而是被那個牧師 他可能有特別的恩赤 講到的恩赤或其他的恩赤 那你並不是被人家吸引 你是被那個牧者吸引的 特別是有時候他去到某個教會 你不會跟著他跑 他也確保 你不要用身體 你不要用身體 你真的可以用身體 去做法 你不要用身體 在學習中 你不要用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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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你不要用身體 但 所以 在美國 你不會用身體 如果你有這樣的恩赐,不管是在講道或是其他的恩赐,你要特別謙卑,你要更虛心努力,當有人來到你面前,稱讚你的時候,不要把這樣的贊娘都歸於你自己,你要歸於主,你都不是我是神的,謝謝我的恩赐,感謝大家。 你非常小心,不要互動。這個有恩赐的時候,也是你自己本身最大的誓探。 因為我們工作在聖書,這並不意味著我,我所謙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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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每個人都有罪,除了一位,他沒有罪。 所以,人們可以不可以讓我們感受到我們,不讓我們感受到我們,而讓我們感受到我們。 當我們感受到我們感受到我們,我們會感受到我們。 這是非常重要的。 記得這件事。 當然你要記得有一個非常危險的,當謀卑在死下你們的時候, 他有時候不是盡然都是讓你去墮落的, 他有時候讓你是好的。 可是那種好是讓你驕傲,更自復。 當你太過於自復之後,你便會變得多。 這件事也有非常重要的。 那你會在這個《馬派福音》看到。 《大 early17》它說所以說地ằng馬派福音, 尤其是在馬派福音 87 ällt與 vendors注意到以前。 他说,这样子,因此这个以赛亚是不是就可以应验以赛亚书 但我们必须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耶稣,你不能说,开门以赛亚书 耶稣道成诺,居不是他拿着一本他自己的笔记 真心说,耶稣,要预言什么什么 他们就会参加一个一个来预言它 你了解我什么讲的吗 他说这里 你看 这种词 读这种词 这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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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看到英文词 if you see the English text that it might be fulfilled what was spoken by Israel so did Jesus do everything because you know he wanted wait a minute to see here wait I will show to you something here to understand better OK Sorry Here You will see a lot here And I will put the English So that we will We will understand better OK Revised We will keep James OK Now, I think Is it OK now? Can you read now? One answer? Yes? No? Can you read? OK, I will come because you don't answer You don't answer So all this he says was done So it might be fulfilled What was Lord In Matthew other This does not mean Okay, you see how many times this thing See, for example here You see how many times this thing Okay, I will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how many times this thing Here is vamos listen to the first question Here is everyone Is it that much of the first question You see how many times this thing Young is it like that That means this thing No, leave you There is a lot of times this thing You see a lot of times this thing There is a lot of times this thing Now, tell me What does this mean? 那告訴我說,這個意思是什麼? For example, suppose you give me your homework. 如果你給我將你的作業,只有一個,只有一個工作。 I say suppose that you give me your homework, why do you give your homework? 那我如果說,如果你們教功課,那我再問你,為什麼你們要不教功課? 因為我告訴你,要教功課嗎? 如果我沒說,那你就不會寫這個作業。 所以,耶穌應驗這些事情,並不是我來交代祂說,這樣子我必須要來應驗,那人家才知道我自己在。 所以,耶穌應驗這些事情並不是我來交代祂說,這樣子我必須要來應驗,那人家才知道我自己在。 所以,你會看到這一個,特別是在這個馬太福音,出現。 耶穌做了這個,因為聖書說這個,但聖書說這個,為什麼他們有這個訊息? 因為神叫聖書說這個聖書,所以耶穌已經知道這些事情。 我告訴你,當然耶穌不是看這個聖書說什麼他才會做,因為聖書說什麼會預言,是神告訴他。 神早就知道這些事情會發生。 耶穌不是說,讓我看看今天什麼要做。 開箱,說,我必須要做這個。 所以耶穌不是就是參考一個行程表說我要怎麼做什麼的。 所以他不是這樣,這個已經要再和諧just 。 所以,他不是看到先知律也長,因為耶穌是神,他比先知更早就存在。 是在他的救负的计划中 所以他早就要这样子来行 并不是先告诉他,他来做 所以你了解这样子 所以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他要这样子来做 在下一堂课 所以我就是把这个书 就是新乐书卷分开来讲理 但是有系统的,那你可以这样比对的时候更容易了解他 所要讲的表达 那当你在读新乐书卷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要读的这个新乐书卷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因为你知道,这些词 看,这些词 在这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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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红色的希腊书卷 就是要语业 所以在中国 有必须 这些词 这些词 在这些词 所以如果是正確的翻譯,應該也要出現二十次,那如果它沒有出現二十次,那它就是翻譯了不精準,錯誤的翻譯。 所以做一個聖經的翻譯者或是教對者,它應該就是一致的,因為有時候我們中文它會翻成不同的字,那所以你會不以為原文是在講理。 所以我們會停止這裡現在,我們會繼續。